你好 1 2 3 可以了 又回來了 這次我們又計上個星期再來多次 都是Transformer 但這次就不是G1系列了 就回到Studio裡面 又跳回Movie 沒錯 這次又是一個直升機 之前好像已經出現過 這次又是出現那次 但上次是否有藥色 這個很總期Studio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很經驗的一個模具 之前就出了第一代 在機場出現的 即是第一集 直升機 真是 那時候就跟了蠍子 這次這個版本 就跟了一隻戰犬 它這部就是 CH-53E 它是Super Stallion 其實是一部海軍 Marine專用的直升機 還有它那個變形 算不算複雜 因為我看它 就這樣看一張照片 它那個機械型的設定很複雜 這個是複雜的 這個算是 但是它變成機體的時候 真的很大隻 這隻真的可以叫做Leader 真是可以叫做Leader 但是它這麼大的機體之後 變回機器人 又會縮小一點 很有趣的 但是如果相比兩隻直升機 官方的資料 這隻應該會比 之前舊的那隻會大一段 那本身現在這個尺寸 是不是同比 是的 這麼厲害 可以做Leader 就是在電影裡面 它是大一段 就是大一段 就一樣 就一樣 明白 另外就有另外一部車 這部就是 這部是不是 這部也是第二集的 Reventure 4 它就是一部雪佛龍 是 本身它的型號是Volk 它這次這個機械就叫做Jong Jong 就叫搖擺或者搖晃 它的作用其實 其實我也不習慣 但是我有個同事 就說 他還記得就是 阿帕文和Tv合體的時候 他就借出這個過功能 哦 就是令到它們可以過電 然後合體 就是在沙漠那裡 對 應該是金字塔那一集 車的外形都很棒 外殼都非常原理 底部有見到它有些結構 那就可以試一下變形 如果相比這部直升機 這部雪佛龍車真的很小 因為始終這些是Deluxe和Leader 這個就真的有Leader的份量 嗯 變形 這個其實也是殼包著機體 嗯 好玩之處就是 它有兩條 就是這兩條過光龍 其實是手指來的 可以換回手指 我以為是鋸齒來的 不是鋸齒來的 對 對 這樣 很好 那我就繼續變 哦 是可以拆了 就是手指弓 然後就 拆了前面這節是嗎 不是 是 拆了你機閒的手 然後就可以裝這個東西 OK 就是這樣 好 這樣就 變形套路都大約是那一類機閒 它很棒 它整個車頂都是透明件來的 對 車殼就放在背部 通常都是 好 這個車頭可以變成在旁邊的 哦 那這隻就是美國的小車仔 是的,這輛是雪佛龍 原來這輛是一輛電能車 本身是真車 這輛車型是第一代的,2011年 這輛車型已經變好了 但始終車門或肩膀的干涉都比較大 所以腰部會有很多位置都能夠定 但鏡頭出來的藍色不錯 我想問這輛是狂派還是國派? 博派 博派,好像這麼尖 你把手指拔走就可以插這條過桿 駕駛的朋友應該知道有什麼功用 就是用來過鍊 近代不會有人認識的 因為都是叫車的 對 就是這樣 但是能不能維持的? 可以維持的 可以維持的 如果你有天火 你可以嘗試重演這個名場面 對 好,這輛就完成了 輪到直升機了 哇,厲害了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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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好,試試看 今次的直升機是否逐步集過上一次的版本 哪隻版本 哪隻版本 我一架 其實是一樣的 對 對 對 亦是充航版或噴催者 跟之前那隻 是 Blackout 對,少少改動 例如黃色圈的車窗 或者是有些著色 marking 也有些不同 而最大的不同就是 它 尾鎚的 不是蠍子 今次是一隻戰犬 就是音波的 Rage 好,那我就拔出來試 對 好 這隻就是小小隻的電影 我在電影裡面的設定 第一集的Blackout 它是有三層樓那麼高的 然後 原來阿華文當時的高度 只是兩層半那麼高 蛤? 它是高過阿華文 兩層半那麼高? 對 對 好 那就變身 這個 很好笑 我看到它的頭在裡面 躲在機艙裡面 對,這個 在機艙裡是看到它的頭 我看到有人頭 有一點狂派標誌 有人頭嗎? 對 有一個桌子 即是它當時第一集的Hologram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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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這些Task來講 都算是複雜的 它那些位 即是藏在那些位 變在具 是要花一段的時間 慢慢去拼合 那我就 觀眾 譬如說 看到上次子龍直播變形 過三行 是 有沒有印象 看來 這次 怎麼會難到我們 我們變形之父 就是 我們有整晚的 這個 這個 我覺得是非常厲害的 當年 第一次 視頻的時候 最亮眼 基本上是 這個款式 因為在第一集 它是差不多是第一個角色出現的 對 對 它在平基瓶 那裏 一群美軍就過去問他 叫Icantify 要他出示他的證明 然後一開就變形 然後就打爆了機場的戰機 對 基本上這隻很有型 他在第二集 也在森林 和 Opperman 有場戰 對 應該被人分屍 對 沒錯 還有不同的改進 一會兒改 今次 在機閒的形態 是有改進 正所謂 哇 挺複雜的 這個是有些複雜的 不是 變成了 有些人 有些複雜 有些複雜 變形金剛玩具 算不算是最複雜的角色 就是牌子寶的變感光 又不算 因為它有些位置 是 玩到的 有些類型的變感光 是 你做不合那個位置 你永遠都變不回 再舉 這個是很頭暈 這個可以的 這個 未至於那種 未至於那種 有些變成金剛的 如果不看傳聞書 或者比一整晚 你都變不回 變回載具 不知為何很特別 通常變回載具 都要有些位好 對 它的複雜性很強 現在就已經把左手移走 這隻 難不難買到 這隻 不難難 這隻是剛剛伸出的 或者算是伏法 對 現在正在做孔雀開屏的動作 孔雀開屏 不是的 上次不是的 嘩 我記得了 這隻是最初 它是吐的鐵珠 在基地上 是不是那隻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這個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頭很像 這隻 這隻 戰犬的 器裏 是啊 應該是 是啊 我記得它是 在一個晚上 潛入了基地 然後 吐很多鐵珠 然後整個機器走出來 然後破壞了基地 好像是那隻 大隻戰犬就是 關節就是這樣 哦 這個是 就這樣 就是這樣 這些是順的 對 那 不會有兩節關節的 這些就 但是形是挺漂亮的 這個 大一點差 就是 相比 你可以向上來知道 這個 直升有幾大隻 你見到這隻狗這麼小 你見到這隻狗這麼小 叫做 Grid 對 因為它的腳掌都比較大隻 對 老師,你有沒有過力 都可以的 那就變完這隻 衝浪板 多少錢 好 那就簡單 好 很漂亮 但變了基地之後 還能不能玩到 有沒有試了火動性 有的 有的 手可以的 手腳 擺姿勢都沒有問題 嗯 腳是有跳齒的 對 因為本身這隻狗拿上手 真的有點重 對 上面我伸了幾大 幾大抽 但都是大幻 因為它的直升機型牌 真的太漂亮 如果喜歡 平金剛 之前 走漏版的 就可以買這個版本 這個版本 我覺得 上色來說 應該都不差 比起上次的版本 還有一隻戰犬 可以附送 如果有興趣 可以去各大玩具 百貨公司 都可以買 他說 阿祥是怎樣的 避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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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的直升機儀態真的很漂亮 對 而且它變完之後 它的尺寸真的很大 是啊 很奇趣 也有 有 好 稍後再見 還有到 有東西送 還有一節 有東西送又有花劍 也好像送了 送東西 送東西